根据日本统合幕僚监部今日发布的讯息,中共包括4架轰-6,一架Q-154电侦机,一架Y-8电战机,今日19日再度来回进出宫古海峡实施战训,日本自卫对战机升空伴随,而根据日方发布的勤姿,中共这批军机并未南下绕越台湾,而是来回于宫古海峡上空之间。 国防部经表示,中共一架Q-154星电子侦察机,国18日上午飞进宫古海域由北向南飞执行远海程讯,国军一规定全程掌握共机动态,并实施警戒与监控,而今日这批为数6架来回于宫古海峡上空的中共军机,未在南下绕越台湾。 根据日本统合幕僚监部今日发布的讯息,中共包括4架轰-6,一架Q-154电战机,如图一架Y-8电战机,今日19日再度来回进出宫古海峡实施战训。 拖片来源,日本统合幕僚监部今日发布的讯息,中共包括4架轰-6,一架Q-154电战机,一架Y-8电战机,如图一架,今日19日再度来回进出宫古海峡实施战训。 拖片来源,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分享,国防部星表示,中共一架Q-154星电子侦察机,左18日上午飞进宫古海域,由北向南飞执行远海长训。 国军一规定全程掌握,共击动态,并实施警戒与监控。 而今日这批为数6架来回于宫古海峡上空的中共军机,为在南下绕越台湾。 拖片来源,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分享,根据日本统合幕僚监部今日发布的讯息,中共包括4架轰-6,如图一架Q-154电战机,一架Y-8电战机。 今日19日再度来回进出宫古海峡实施战训,拖片来源,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分享。